好 是從剛剛看到的是美軍印太司令帕帕羅最新公開談話 對沒錯 事實上即將獲得提名成為美軍印太司令的帕帕羅 他在接受美國國會的聽證會的時候講到非常多 台灣跟美國之間的軍事的問題 那當然參議員就問他說 那你對於我們台灣事務你怎麼看 他說因為中美關係就基於所謂的台灣關係法三個公報 還有六項保證 那美軍是要提供所謂的維護台灣的防禦系統 要協助台灣防禦 然後避免武力成為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個關鍵 而且他說他們已經做好了介入台灣事務的狀況 同時之間他說他也看到了台灣軍隊跟我們台灣作戰文化的改變 甚至他也說我們在今年也延長了兵役的期間 那主要為什麼問到這個問題呢 主要是因為我們到之前的美軍的戴維森 就是印太司令部的前司令的時候 他就說中國可能在2027年入侵台灣 然後他就這個帕帕羅就說呢 他覺得沒有所謂的這個可能性來說他們不敢預測 但是他說他會時時保持警戒 從現在到他們可能出動前的話 對印太司令部來說沒有所謂的假期的這個問題 他同時還提到說在過去25年來中國解放軍隊一直在努力的這個發展 這是令人這個擔憂的這個軌跡 然後他同時提到說在整個全球60%還有世界的60%的這個經濟 人口60%經濟60%還有全球十大軍種都在 軍力都在所謂的這個印太地區 所以他認為說印太地區在未來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角色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他最後也問也說到就是說 他們他們要我們會力挺台灣 他用的是We behind Taiwan We are behind Taiwan 就是我們在台灣之後 然後他對台灣的建議是說 他認為台灣要把自身打造成一個具有海上巨子能力的豪豬 然後能夠在海上海下還有空中呢 能夠擊退敵人的這個能力 好所以看起來的話 美軍印太司令的這個可能未來的這個新司令的人選帕帕帕羅 他就說他會站在台灣這一邊 而且要協助台灣把台灣打造成豪豬的一個狀況 好那除了這個我們剛才講到美國朝野對於這個台灣的問題的影響的這個擔心之外 那今天最新的消息是 美國呢又把一些一批的這個所謂中國的公司呢 列入所謂的中國軍民融合政策下面 他們在幫助解放軍的一些所謂的軍事的這個未來制裁的名單 那這裡面來說的話 之前已經有包括說中國航空集團 華大基因 中國移動 中海油 還有中國鐵建等等公司 那這次新列長江存儲 礦式科技 核賽科技 東方網利 還有包括說像中國長江三峽集團 中國建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伊圖科技 還有無人機生產的這個縱橫科技 還有這個萌生電子 還有航語科技 以及科斯科技等等 你可以看到其實美國對於這個中國的封鎖大概有幾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跟這個AI做所謂基因有關係的 另外就是AI相關的 像這一次被列入名單 大家引起討論的就是長江存儲 那長江存儲本身呢 它做這個NetFlash跟DRAM 那這一塊我們知道說在未來AI領域裡面 需要用到非常多的 包括HBM這種超高寬頻的這個記憶體 這個部分可能是美國要打擊它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關鍵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這個礦式科技 礦式科技過去也是這個中國 中國非常重要的這個所謂的AI的四小龍之一 他也把它列進去 那甚至連這個中維半導體 還有包括說像中國的這個長江三峽的這些集團等等電力發展公司 他都把它列進去 所以你看其實美國對於中國這個所謂的軍工往來的這個打擊面是越來越寬廣 那當然在這個時候呢 這個中國的這個汪文斌馬上就跳出來反對 他說呢 你指責我們是什麼 軍民融合 他說美國才是軍民融合的這個代表啊 然後就希望說美國能夠糾正他們目前錯誤的這個做法 那同時之間他還反駁了 因為最近這個美國曾經有出一個報告 說說呢 中國駭客瞄準美國的這個基礎建設 他說其實是美國這樣子做 所以不是我們這樣做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看事實上現在中美之間呢 因為整個科技封鎖戰呢 兩個國家之間的緊張態勢又拉高了起來 不過我覺得啦 今年的貫穿整個這個非常重要 亞太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就是AI領域這個產業 那在AI裡面來說的話 我覺得美國現在的發展策略很簡單 抓緊台灣 同時封鎖中國的這個AI科技的發展 我覺得這個趨勢呢 應該是未來幾年 我們都會看到一個 從美國遏止中國產業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狀況 好 是從剛看到的是 Boomer專訪了晶片戰爭的作者Chris Miller 那這裡頭提及的當然是AI這一場大戰當中 美國科技大咖幾乎都是寸步不讓 可是同時喔 習近平昨天面對五角大廈新增了中國科技黑名單的做法 就是習近平準備要主講科技創新 對 我覺得這是個非常諷刺的這個對比 我們剛剛說其實以美國來講的話 美國目前在主導科技的全部都是民間企業 拜登呢 只能請他們來聽聽他們的意見 然後給他們幫助 所以拜登是個學生 但是在中國的體制之下 習大大沒有不知道的 所以他還要主講科技創新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諷刺的這個狀況 厲害了 對 那我們剛才講到米勒 米勒他自己本身呢 也是一個這個科技的觀察者 我覺得他剛才講的非常對 他就說因為現在美國呢 是卯足的全境在發展AI 我跟他講 昨天的這個 今天的凌晨的時候 亞馬遜跟這個Meta 都有公布他的財報 其實都比預期要好很多 那他們也講到說 今年最重要就是所謂的AI的這個軍備大戰 那事實上目前為止的AI軍備大戰 主要有分 買晶片主要分兩種 一個是AMD NVIDIA Intel 這種通用型的 就是買過來大家都可以用 另外一種是現在Google 還有微軟 還有亞馬遜 還有包括說Meta 他們在自己訂做那種客製化的晶片 那這無論如何來說的話 都是要用台灣的這個金銀代工 跟台灣的科技產業 所以台灣的科技產業跟美國 是牢牢的綁在一起的這個狀況 這是毫無無庸置疑的 所以這個你可以講 今天早上的這個美股的表現好的時候 其實你看台股 即使快要封關了 股市也是出現一個大漲 很多AI股都大漲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最近一段時間 我們不是說黃仁勳來到台灣 那黃仁勳來台灣的時候 他其實之前有去中國 那為什麼要去中國 因為他會行銷他的晶片 因為他要在美國的要求降規之下 其實他今年在中國推出了三款晶片 H20 L20還有L2 那裡面來說的話 這個H20是裡面相對比較好的 那目前為止來說 他一顆這個所謂H20的這個 所謂的弄成這個主機板的話 大概約莫是要這個11萬人民幣 那但是呢 這個之前的這個華為的這個 升騰910的這個晶片呢 這個主機板呢 大概是12萬人民幣 所以他賣的比華為便宜一點點 但是兩個效用差非常多 所以人家就說 那我幹嘛用這個 這個所謂H20 我用升騰就好了 但問題是升騰是幾年前 這個台積電的5奈米做的 所以看起來的話 中國可能還是不得不接受 這個黃仁勳的H20的這一顆晶片 好 那我們就講 其實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剛才不是說到就是說 美國跟台灣的科技產業是牢牢綁在一起嗎 那拜登呢 在今年要競選連任 那競選連任來說的話 其中非常重要就是所謂的 他的晶片法案的這個補助 那現在這個根據韓國媒體的報導 原本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是說 在3月7號 就是拜登要去國情之吻之前他會簽署 那韓美他是直接講2月29號 他們會公佈所謂的半導體的貼細則 裡面來說的話 包括說 像可能會給各家廠商 大概多少錢呢 可能會在這個2月29號公佈 那同時之間呢 發放的時間可能會在3月的時候 那當然因為我們台灣台積電去美國設廠 大概前前後後要花到400億美金 那之前傳言就是說 有跟美國政府講好 150億美金左右的補貼 但是目前為止看起來的話 這個晶片法案裡面來說 不會給台積電這麼多的一個狀況 那除了我們剛才講到台積電在美國的這個補貼 可能在接下來一段時間會發酵之外 事實上我們之前我們在之前不是講嗎 這個美國不是新剛剛把這個長江存儲 列為所謂跟解放軍合作非常密切 但是還有另外一家叫長新存儲 長新存儲就沒有再列 那長新存儲來說最近被美國這個媒體報導說 日清媒體報導就說 他還獲得這個美國跟日本的關鍵的這個零組件 他們還在打造相關的這個記憶體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如果按照這樣報導的話 長新存儲搞不好在接下來一段時間 可能也會被美國列為所謂的軍工產業的 這個合作夥伴之一 好那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你看美國對於這個中國的封鎖 持續在進行之中 剛才我們不是一開始講的 習近平講到這個科技創新 那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在1月31號的時候他主持這個 他說要加快建設什麼現代化經濟體啦 推進高水平的科技自主啦 然後加快這個新的這個發展格局啊 講那麼多 但是我也我看不出來他講了這麼多之後 他的創新在哪裡我實在是不清楚啦 那其實他現在眼前 等一下美國是用GPU這個拼AI 那中國是用習近平拼AI 沒有習近平的 我們又看NVIDIA的GPU比較厲害 還是習近平比較厲害 這樣說啦美國是人工智慧 那習近平是工人智慧 因為他的智慧大概就是工人等級 大概主導整個國家的發展 我覺得這個就差很多啦 你覺得這個聽著 你聽他的開會 然後大家在那邊坐在這個地方 聽他這個創新 你剛才聽到那個米勒在講 美國怎麼發展 你覺得這兩個國家根本就 就不是同一個等級的國家 那發展科技是這樣在發展的 你看美國你看我剛才不是講到嗎 Meta或是Google 他們一年都要砸幾十億美金去 買這個CPU GPU買跟買比現在中國要強大 那麼多倍的這個CPU 那你就知道兩個國家發展 絕對會在未來一段時間 拉得更開的一個狀況 好那這也不難解釋啦 剛才就提到嘛 就是中國股市今天又盤中又破底嘛 就表示整個中國民眾都不看好 這未來中國經濟本身的發展啊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當然今年2月的時候就這個月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 就是台灣跟日本半導體的往來 因為2月24號的時候呢 日本的熊本廠要開幕 那這個雙方 現在我們台灣跟這個熊本的這個直航呢 也可能在接下來一段時間呢 會開啟 那同時之間呢 在2月6號有傳言就是 台積電可能會先宣布說 熊本二廠在Gianting 那目前為止根據日本政府 相關人士透露就是說 一場JSM 日本補貼是4760億日幣 那可能二廠呢 日本會補貼7500億日幣 那甚至現在又有傳言就是說 美國媒體報導 可能接下來這個台積電還有三場 那三場美國報導是說 三場會在熊本廠 但是目前為止日本的報導是說 日本希望是到大阪或到橫濱去 那可能日本又會補貼 所以你看日本是卯足前進在補貼我們台積電 好那也因為台積電去這個熊本這個地方 所以其實最近一段時間台灣的很多 包括像看房團吶炒房團吶已經跑到這個熊本去了 好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這個台積電一去 目前為止熊本的這個住宅區 從去年到現在 漲幅已經高達26% 高居熊這個菊陽艇當地高居熊本第一 其實也高居全日本第一了 而且人家追要新幹線也要開戰了 對沒錯然後那個高級的住宅大樓來說 從去年到現在為止大概漲幅五成左右 那當然日本除了在那個地方拓寬之外 現在還要有所謂工廠到那個地方去 那甚至連這個當地這個台積電的聘僱員工 也都比他們日本人一個月要多高 大概1.5萬台幣左右 其實他整個帶動的 不是只有這個當地的房地產的行情 把他們當地的薪資水準都往上拉 好那我們講台積電威力不是只有在台灣 我跟他講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他不是這個之前的賴清德不是就是說 或是說媒體的報導說 希望這個台積電的這個1奈米的場合 落在這個嘉義的這個太保那個地方去嗎 就他還這個都還沒有確定喔 現在嘉義的這一分地啊 這個前一陣子他說第一 市場傳演的時候呢 就已經漲到三千萬了 原本的一分地大概是兩千出頭 現在已經漲到三千萬 而且一定都是那種特用農地 啊對 柯溫哲投資的那種 結果沒想到後來不是 這個賴清德去辦了一個感人參會 我就說我們來這個作為打拼 把這個嘉義線設這個 這個所謂1奈米炒好不好 他一講完 從三千萬跳到3千3百萬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我就說嘛 台積電的威力真的相當強大 為什麼 因為其實大家都看到 今天在美國 我們剛才講到這個AI 所有都大幅的投資之下 未來台積電的所謂的5奈米 甚至是3奈米2奈米 這個訂單絕對是接不完 所以我才說嘛 為什麼美國那麼重視台灣 那跟台積電絕對都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